当着我男朋友的面 越过我男朋友 外给我搭得上 我靠俊乐心 表面得体 背后dirty的狗东西 你他妈在动我一下试试看 我前一天不是发个动态 说我在路上被人尾随了吗 我本来以为只是随便吐槽一下 没想到 一千多条评论 竟然有这么多姐妹 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我看这个评论去看的真的是 血压飙升 我先问我 到现在该不会还有人觉得 猥琐难 只会去骚扰那些 看起来焦焦弱弱 我好欺负的女生吧 我嘴臭脸更臭 然而我被骚扰的次数 而且这跟你穿什么长什么样 根本就没关系 我穿个紧身裙被搭上 大裤衩拖鞋也被搭上 化妆被搭上 不化妆戴个口罩 她们脸都看不见 照样被搭上 我跟她们讲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猥琐难 她们贱 她们下贱 而且我说实话 我们女人在这方面是真的很弱势 就不管你平常是 健身 练拳击 防身术 真胖的时候大概率使不上劲 搞不好还会送人头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跟你们讲讲 我碰上的各种猥琐难 怎么被她们骚扰的 以及我们再碰到她们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你们看完以后 可以把这期视频转发出去 我希望可以用我个人的经历 帮助到更多的姐妹 我待会儿要出门 编化妆编跟你们说吧 这类猥琐难 她们最阴险 你光看外表 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跟猥琐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人模狗样 说的就是她 你把她们职场啊 学校啊碰上就走 我之前就碰上一个 想她们好会气 我想起来就生气 我跟我男朋友 去一家高级西餐厅吃饭 吃一半旁边就有个男的过来搭讪 因为这个餐厅它是那种 吧台的设计 就是大家都是围着开放式厨房 坐在一块吃的 嗨美女 待会儿穿要不要一块去 喝一杯 我一看这年轻人啊 这鼻涕的西装 这头发浇的一丝不苟的 这方巾 这袖扣 一看就是个体面人 我当时就想 虽然油腻是油腻的点 但也只能算是普通搭讪的 对吧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 她旁边坐的是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旁边才是我 也就是说 她不光是当着我男朋友的面 还是这样整个 越过我男朋友过来跟我搭的讪 但人家也有可能是误会了 对不对 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是情侣呢 然后我男朋友这种 马上就说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女朋友 正常人听到这种话 难道不应该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误会了误会了 然后就马上缩回去 对吧 结果你们猜 这个男的她怎么着 她对着我男朋友这样 啊 那你女朋友挺漂亮的呀 边说边这样打量我 那个眼神啊就 我靠俱恶心 就是我感觉 我像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物件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高潮来了 她突然 就是突然 单手掐住我男朋友的后颈 这个胳膊这样 撑在桌子上 把她整个人围住 等一下我找个人 示范一下 掐住她 然后把她围住 对 就这个姿势 保持不动 然后她说 你觉得你今晚吃得快乐吗 我那么当时还处在一个 在这种匪夷所思的状态 她接下来一句啊 就正遂我三观 那男的说 你难道不想更快乐一点吗 别说 别提言了我一言 我说我当时 你整个大震惊 我听到了什么东西 这人在暗示什么 怎么 你以为你是罗志祥吗 啊 是 我平常确实是很会骂人 事后我想了 有100 200句骂回他的话 芝麻地里撒房东 哪里拉的狗子啊 你想坏了是吧 你又说坏了 那头都给你拎掉 让你早得不及了 够快乐吗 但是理想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呀 家人们 真胖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就是根本 你来不及反应 根本说什么花式回家 没有这回事 我好歹 我能不能 讲到我带她去化妆 我先去赶紧把这个妆化一会 她坏了 男朋友反应过来了 接着她那里面大喊 经理 这里有人骚扰我们 这什么面子啊 这时候根本就顾不上 那个经理也挺给力的 就直接当着 他先亮丽 说明了他们就是 极其注重面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最在乎的就是 他这张掩盖着 龌龊内心的人品 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射死 你要知道 连王思聪都怕被人妈是舔狗 在这种面在面前 你就不需要礼貌的尊重 不用给他留面子 就大声喊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什么表面得体 背后dirty的狗东西 来吧给爷爬打在公屏上 滚 嗨 我正在剪片 然后现出了20年 员被上司性骚扰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面的发展 就是我也挺高兴的 但说实话也挺难过的 高兴的点在于 首先这个女生 她在明知道这件事情爆出来 会影响她的前途 会影响她的名誉的情况下 也很勇敢的站出来发声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且大家听到这种事情 也不会再觉得说 被信心的受害者 她有错 不会再去当复羞辱她 但难过的点也在于 一个受害者 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 堪称完美的一个受害者 今天要靠这种方式 什么在食堂发传 什么上网发声 去接自己伤疤 这种很难堪撕破脸的方式 才能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看这是2021年了 这是2021年了 还好那个杂种话还进去 不然我妈妈真的要气死 二 动手动脚型 这种围小男的 他最恐怖 比如那种 在公交地铁上 手脚不安分 屁股到处顶的 还有街头搭设 你不理他 他就开始对你动手动脚 拉拉扯扯的 我之前过来就碰上过一次 他找我要微信 我没理 结果那男的直接就这样 啪的一把 拽住我胳膊 别走 我呀小姐姐 加个微信怎么了吗 交个朋友呀 那这个是商场啊 人来人往的地方啊 对于这种人 你不管是沉默还是躲 都没有用 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 然后就变门加厉 你就得刚 当那个男的不是这样拽着我吗 我就这样 大力一甩 指着他 你他妈再动我一下试试看 因为我声音很大 基本的就是吼出来的 边上路人一看过来 他立马就怂了 但是要注意啊 你用这招的时候 一定必须要在公众场合 而且要大声 能让越多的人围观越好 不然你就危险了 我一个姐妹之前就是 在那种不是很挤的公交车上 看到我个猥琐男 一直在用她 那个裆布 蹭一个女生的屁股 我姐妹就赶紧假装 没站往这儿 推了那个女生一下 结果到下一站的时候 她突然被人拿东西 在后脑上狠狠地这样砸了一下 一回头没人 还好我姐妹她运气好的 除了疼点人没啥事 要真没地方砸出个脑震荡啥的 那真的是 邻居吃花椒 妈了个逼的 所以 要是在不能保证 跟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不要盲目强出头 尽可能拍照 留证据 报警 法律规定了 在公共场合裸体和猥亵他人 是要坐牢的 三 嘴见口嗨行 这种猥琐男可以说是 最怂的那一位 虽然怂 但恶心 他们通常都是语言带诗 只用简简单单几句话 甚至几个词 就能把你恶心的 留下一辈子的音域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晚上一个人打车 就因为我在车上 补了一下口红 那个司机看见了 他竟然说 小姐姐还脱口红呢 是不是今天晚上 我礼貌回了一句 我约了朋友 他见我答应他 就更来劲 说什么 你好美啊 我就喜欢你这款 你这个裙子好性感啊 你要没事的话 要不我陪陪你啊 卧槽 你们能懂我当时听到这个话 我的感受吗 当时又是恶心 又是害怕 心慌的一匹手都在抖 手心全是汉 按你们平常看我视频里面的形象 是不是就觉得 我这时候应该一脚踹飞他那个牙签 开启祖安模式 辱骂大道怀疑人生 让他夹牵而逃 是不是 但事实上 被吓得屁滚尿油的人是我 我当时真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大气都不敢喘 就想着 赶紧到目的地 我要下车 我要逃跑 我要逃得越远越好 在这种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的密闭空间里面 我承认我真的怂了 我他顺遮而就借他回头像那个猥琐一样 满脸的蛀油 牙缝里全是烟漬 滑不垃圾的 我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对我就只是口头骚扰 不要回怼 因为他们就是下贱 你越怼他他越兴奋 哥哥还在他车里了 万一他真的干点啥咋办 你这时候可以跟你爸妈或者朋友 打电话 最好能视频 专门当那个私信面 大声跟他们说 我现在在哪 因为这种男的 他们很可能就胆子比吴谦那根签还小 你看你有帮手 不是任人拿捏那种软柿子 基本屁满就尾了 还有就是网上那种 到处给人私信自己照片的牙签男 这时候你就骂 往死里骂 反正他隔着往线 也不能买你怎么样 如果你跟我不一样 是个文明人 不会骂人的话 我给你一张图 除了我上面说的那些 明显是骚扰的行为 性骚扰还有很多种形式 你们去看我那条动态的评论区 就能知道 性骚扰比你我想象的 要普遍的多的多 很多女生在被骚扰以后 都会去想 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对方其实没有那个意思 我跟你们说 不是这样的 那不叫敏感 那叫自我保护 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不舒服 那错的不是你是他 如果有谁因为你的敏感而指责你 那他就是在二次施暴 面对恶行 我们就是要勇敢的说不 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 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们互帮互助 我们一起达到猥琐